红白两色鲜明健体 在拖船牵引下 欢欢驶出苏澳港 国造无人水下载具 9月中旬低调展开的首次海事 进度超车海昆前进的说法不尽公平 因为两者面对的风险 无法相提并论 测试到现在的确是有 大概十余项的项目要做一个缺感 但是这边有提到七十余项 我觉得这应该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资讯 海军公开证实 驳岗测试之后 还有不少项目有待改进 也宣告了海昆前进原型舰的海事 最快得等到2025年的3月底 或是4月初 前提是眼下所有缺失都获得解决 主系统跟次系统将近有27个系统 测试完毕之后才可以进行 下一个阶段就叫做屋内注水 实施进水压测试 就是要测试它 这个潜舰它的重心扶心 前后左右的挺测 是不是在标准范围内 已经出屋到了驳岗 所以表示说它这一测试都应该完备才对 国际间潜舰打造的流程通则 在岗测阶段 从完成加油充电 加气加水等动作开始 替健身建立了自主动力以及电力 后续包括作战指挥等主系统 和分系统的并联测试 才接续展开 顺序不可逆 更不可为了账面进度 省略任意环节 几个单机组成一个系统的次种层 几个系统的次种层 组成一个系统总层 那几个这个系统总层 就是一条完整的一条船 那所以说测试一定是从单机开始测试 那如果说这个次种层的这个测试 可能出现问题 那就要去找是哪一个单机的问题 它可能无法相容 或者是在这个电缆连接的部分出现问题 那这次海昆舰的这个测试项目 大概有八十几个 从海军的说法反向推估 海昆舰港测阶段 应该已经进行近五十个测试项目 其间像是过程求方便 意图用外部的电源 启动光电前望镜 甚至被原厂人员阻止的传闻满天飞 尽管官方上火线有限度的澄清 仍被质疑粉饰太平 石渔项是所谓系统项 还是单机项 系统跟单机不一样 一个系统有很多项目 你如果这个石渔项 不能够完全解决 我告诉你 会发生骨牌效应 到了七十八十九十 会越来越困难 或许是纳入了种种变数 造舰其成确定向后展延 原定在二零二五年 首遭国造潜舰交付海军后 预算跟着结案 明年度的国防预算书 证实全员完成将改在二零二九年 两千八百四十亿支出 是纳入了港勤训练设施 宿舍专案办公室 武器系统 还有重型鱼类飞弹等等武装 特别是后者 何时到位 是军方这次对外事宜 重要缩帖 原来先造三艘的考量 可能是希望说 因为很多 这个主要的装备 外购不是这么简单 希望说先编列三艘的预算 把能买的装备先尽快买到 先买到手先造就比较放心 因为国际政治情势瞬息万变 专家所指就是赖政府上任后 喊出了一次造舰三批筹获 各阶段的进度也随之调整 从三加三加二变成二加三加二 防长孤立兄更信心喊话 第二批次会比原型舰更为精良 它主要就是我们人员 扩训的问题 因为你现在只有海昆级 第一艘原型舰的情况下 那你变成你训练好 第一批的相关的官兵以后 他要直接变成第一批量场 就是三艘 那你要短期间马上训练三艘 军舰所操作的人 那这个难度当然是比较高的 在海军所有的官兵里面 潜舰的官兵的训练是最长的 他的这个难度也是最高的 你可能升纳还要会 你的这个武器类的 或者其他航海的 你可能要有多重的签证 训练有素的官士兵 就是战力根本 因此用高标准检视造件 不单只是为了预算数字 毕竟水下环境远比水面恶劣 不能安全航行 也不用谈深浅抗敌 TVB的新闻 罗斯鹏 耶和甫 台湖道 有什么问题